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明镜聊天室 我是维仁 今天占据全世界各地头条的一则新闻呢 就是一名17岁的荷兰少女 她因为多年的抑郁症 所以她最后选择了在17岁这样子的一个年华 选择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则新闻为什么会受到大家这么大的注目呢 主要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字 第一个是她17岁她还没有成年 第二个当然就是安乐死 这件事情原本就是在全世界都十分有争议的一件事情 还有呢就是她是因为遭到性侵 所以她多年其实都是有抑郁症 所以这三个元素加起来呢 让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那这件事情 其实今天我在刷我的手机 早上在看新闻的时候 就在不论是英文或是中文的媒体上面 都看到很多关于这则新闻的报道 那卓贤今天有没有看到这则报道呢 有我也是早上一打开这个手机微博的热搜榜 就发现她也是长居前五前十的样子 然后我看到也是非常震惊 有很多媒体都用这种视频回顾的方式 然后我发现呢多数都在讲 她在被性侵之后得了厌食症跟这个创伤性 基创性后遗症等等的就是PTSD嘛 然后就是也感到非常震惊 而且就像文人刚才提到的 我觉得第一个让我感到非常疑惑的点 是17岁这个点 因为像花季的少女 为什么会选择在17岁结束自己生命 而且17岁为什么就可以 为什么是合法的一件事情 对为什么是合法 因为它是一个荷兰的这个国籍 对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国家的法律 它要怎么样去规范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通常觉得安乐死 可能都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他可能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挽救的疾病 就绝症这样的安乐死的寻求者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这一个因为性侵而受到了很严重的 心理跟生理创伤的这样的案例 其实比较很少见 所以就想提一下到底是为什么 对所以如果观众朋友还没有关注这一则消息的话呢 这名17岁的荷兰少女 她的名字叫做Noah 她是年幼的时候 其实从11岁开始 她在参加一个儿童派对的时候 就已经遭到性侵 分别是11到12岁 两次在这种都属于未成年儿童参加派对上面 遭到了男子性侵 到14岁的时候呢 又有两名的陌生男子闯入她家 强奸了她 所以她其实从11岁开始就一直是等于就遭到了这些让人家感到十分应该怎么讲呢 就遭到这么多次恐怖的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就完全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她是这么不幸啊 那她到2018年的时候她终于是鼓起勇气报警 但是呢她因为常年受到精神的压力 所以她就像刚刚主言说了 她有PTSD有创伤后遗症抑郁症 2018年的时候呢 她因为有厌食症导致器官都濒临衰竭送医院 需要接受人工昏迷来插喉管的喂食 但是呢她其实在这个段时间之内她的精神情况有的时候是不错的 她当时呢也在抗病的期间写了一本书叫Winning or Learning 就是要讲述自己是如何对抗她的精神的疾病 她也希望透过写这本书跟有同样经历的年轻人为他们打气 帮助他们走过低谷 不过呢 在经历从11岁开始经历这么多这么traumatic的这些这个经历之后呢 其实虽然她很努力 一旦她一直走不出阴霾 所以她在去年底是2018年12月的时候 她就瞒着亲朋好友联络一间安乐死机构叫做Life and Clinic 因为她其实一直虽然接受治疗 但是还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很肮脏的 那她在跟这个诊所接洽了之后呢 直到今年的5月31号也就是前几天 她要接受安乐死的前一天呢 她才在她的Instagram上面公布她要接受安乐死的决定 她说她自己的 一大部分人生的时间都是接受精神折磨 她说呢 我曾经有遇过了一阵子是否应该要分享这件事情 但最后我决定要这么做 如果曾经读过我分享住院治疗经历的文章呢 可能会对于我接受安乐死感到惊讶 但是我其实已经计划很久了 并没有任何的冲突 我就直接说 重点我会在10天之内死去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战斗之后呢 我已经筋疲力尽 已经不吃不喝一段时间了 在这个多次讨论跟评估之后呢 身旁的 团队也决定让我离开 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痛苦 我人在呼吸 但是我其实已经不在活着 对于很多朋友劝阻她她都只是说 放手才是爱 那她也在6月1号的时候呢 完成了安乐死的这个 这个程序 所以她现在已经离开人世 我们看这张画面就可以看到 她当时虽然这个情绪是不错的 但是你看她的手上 其实是有很多的 我想如果 有抑郁症的 的朋友呢 可能看到这些 伤痕是会有点熟悉的 就是在 在这个很多的 这个PTSD的情况之下呢 很多时候你会有不由自主就希望 想要伤害自己 那她除了在 伤害自己 除了是我们可以看到外边 明显的外伤之外呢 她也是 无法进食 到最后是要以强力 输送 养分到她的 基本上就是比胃管 才可以延续她的生命 所以她其实到最后活的真的是 应该是说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对于像这样 她一个17岁的女孩子 这样未成年的安乐死 卓仙你 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 你是 有什么感觉的呢 我首先是 是会 思考到底 是什么机构有这个权力 去真的去判断 她没有办法死亡 因为 刚才 刚才文人在讲的观众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都放不开17岁这个点 因为 怎么样判断出 她身体不会恢复 或者说怎么样判断出 她在 亲人跟朋友的帮助之下 她的心理不会恢复呢 因为有很多 走出创伤这种说法 或者说 这种事后的回忆 所以我就在觉得17岁来决定自己 可以离开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合法的决定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报导 我很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构有这个权力 去说 她可以 然后就是 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提到她的爸爸妈妈 因为 刚才你提到她是这个 自己去 瞒着亲人朋友 去联系的这个clinic 我就在想她父母知道了这个 决定之后是怎么样放手的 因为肯定 一个很难的决定 其实 现在未成年人 可以安乐死呢 在全世界现在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荷兰 而荷兰 其实也是 安乐死的这个议题上面只是打头证 在2002年的时候成为全球首个 可以安乐死的国家 那另外一个国家呢 就是 比利时 这两个是唯一可以让未成年者安乐死的 国家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让 未成年人安乐死呢 在荷兰 安乐死 其实跟比利时是一样 你只要法力12岁以上呢 你就可以接受安乐死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医生他要依据多项的 准则衡量申请 比如说这个 要求是不是由病人主动提出来的 他的痛苦程度 还有呢 当然就像刚刚昨天讲的 就是家人的反应 他其实这个是需要取得父母的同意的 所以你在18岁以前 等于是12岁到18岁之间呢 你是可以在荷兰跟比利时接受安乐死 但是呢 你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 而且你需要经过多项医生的评估 至于他们这个苹果准则 我想我们对 医学不是那么的了解 我们就不多 做 太太深入的分析了 不过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开始 在荷兰 安乐死 合法之后呢 其实安乐死是一直有在上升的 趋势 其实这个是 也可以说是 大家其实对于 安乐死这件事情呢 是有 越来越多的需求 尤其是在合法的国家 在2017年呢 荷兰就有 6585人申请 安乐死 占死亡数字的4.4% 不过其实 对于安乐死 有这个意图提出申请到最后 真正去执行呢 我们到时候晚一点节目也会提到 其实是不到 一开始数字的1% 所以 对于这个安乐死的 很多的讨论呢 我们待会也会继续的在讨论 不过我们就要再看回对于这个性侵案 另外在亚洲有一个 让大家感到十分 害怕的一个性侵案的发展 也就是 大家可能如果在关注 电影的话呢 就知道 之前有一个 让大家看了就不想再看第2次的一个韩国电影叫做 溯源 这个案件呢就是2008年的时候 一名叫做赵斗纯的男子 他当时呢 就是拐骗了一个 在上学途中的8岁女童 那溯源其实是他的 并不是他的真名 他当时呢就把他带到附近的厕所进行性轻 导致他 身体非常严重的创伤 他 这个可怕的 伤势呢 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太详细的 去 跟大家 诉说 但是他就是最后虽然 获救 但他的下半身是很严重的受伤 他一生呢 都会需要依靠医疗的机器 才可以 让他 每天的这个 可以 等于是正常的去上厕所 是需要 很多的医疗的帮助的 那这个犯人呢 这个加害者呢 这个叫 赵斗顺的这一名男子呢 他其实被法院 是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大家可能会很惊讶为什么这个徒刑是 这么的轻 那当时的被告律师特就是以他喝醉为由来减刑 他的妻子呢 也在这一开始的时候还说 他其实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家里面的打扫都他在做的啊 那就是他其实只要不喝酒在家都好好的也许是因为喝酒才会性侵女童 那在 这10年当中呢 其实他们家也是随着这个 受害人的家不停的 搬造他们家附近 所以 其实 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就是 就是 这些性侵的这个加害人 很多时候他们是有 很严重的精神上的疾病的所以他们在法律上也许没有办法 让这个在法律的系统里面 给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 审判或是他们 很多时候 受害人他们是要背负着这一 一身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但是加害人呢 他们却 过了几十年之后 就可以 就被释放 对就被释放出来而且 在这个溯源的这个案子里面呢 这个男子你就算公布他的这个 照片呢都是违法的 因为会违反他的人权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刚刚的照片呢 就是因为 韩国的一家 媒体他们觉得就算他们要付这个 罚款金 他们还是要把他的照片公布出来 他们还是要把他的照片公布出来 因为这太可怕了 他在 被放出来之前呢 其实 对他的评估就是他 他还不适合 评估如果说正常的话是百分之二十五 他是在二十九 就是他还是 不适合回到一个正常的 社区当中 他没有办法正常的与人相处 但是 就无法可管 除了他只能帮他上一个电子脚镣以外 知道他的行踪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限制他 那受害者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 大家现在称他为叫溯源这个女孩子他现在 的情况是怎么样 不过如果他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这个故事的主人 一样 他是没办法走出深渊的话呢 其实那真的是到底活下去 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引发了很多的探讨 所以安乐死呢 到底是谁可以接受安乐死他会有什么样子的 争议呢 其实在美国的话呢 就对于这个安乐死大也有很多讨论了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认为是可以在道德上容许跟不不合乎道德的这个蓝色的线跟橘色的线呢 他们几乎是 快要就几乎几乎就是不停的在交错所以 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安乐死是有很多的争议的 那其中主要的争议点就是 很多人认为如果安乐死是合法的话很多 比较弱势的群体 就你今天生活如果很痛苦的话呢 你可能会就是会产生自杀的倾向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 支持方的论点就是认为如果你今天生活的已经很 痛苦的话呢 那安乐死他可以让你维护个人的尊严 你也可以减轻你的家属负担如果说今天就是你的这个医疗费用 很贵那你家庭又没有办法 负担的话 那你就可以减轻 家人的负担 符合社会利益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我觉得这边讲就是你今天如果是中低收入户那社会还要 就是 付钱给你福利来帮助你 再继续下去 你这非常痛苦的人生 那是不是如果你也想安乐死的话 这样是符合社会利益的呢 还有个人自由 有很多时候 这些 这些病人他们可能是已经是植物人没有意识了 然后我们再看回刚刚那个照 刚刚那个图片 就还有呢 就是病人如果是十分苦痛的话呢 就是就我们刚讲的他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反对方的论点就是说 如果今天 你还是有治疗机会的话 那就安乐死不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回转的是 还有呢就是一些 对宗教 主义比较明显的国家呢就会认为就是违反宗教的教义 比如说美国就是一个例子 还有危害社会风气法律问题伦理道德等等 这是支持方跟反对方主要的 这个十大论点 你看这个论点你你自己心里面 你觉得安乐死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 一件事情吗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复杂 他也不仅仅是就图片上能够就summarize这么清楚 因为每个人 他寻求安乐死的那个 那个理由都不一样 就不一定全部都是 因为 生理的原因 也有因为心理的原因的 而且我最 最觉得 可以讨论的就是 他是否真的会开启一个社会 社会风气 如果真的是民意所趋 大家就觉得 安乐死是我个人的选择 自由 然后他也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合法了 是不是更多人就 遇事就更容易会放弃了 因为 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 结束生命的做法 他不需要 花很多的心思 去想 过程会不会痛苦 不需要去思考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工具 等等的 他就让死亡变得是一件 非常触手可及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担心的 所以我个人还是 觉得 偏反对 就他还是一个 是个 蛮灰色的一个 处于一个蛮灰色地带 刚才你就讲到说 这是不是 如果可以安乐死 安乐死是一个让你没有苦痛 就可以结束生命的方式的话 是不是 的确会让大家 想要 死的意愿变得比较高 我们就可以看到 荷兰的这些数据 荷兰的数据呢 其实 大概百分之 二十的人 是二十吗 八分之一 好 不要在这边做数学 就是如果想要 进行安乐死 进行这个申请的人呢 起到最后 有百分 不要再说百分了 因为有八分之一的人 对他们最后是决定要 不进行安乐死 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的各国呢 对安乐死的 态度其实也是很不一样 合法的国家呢 就我们刚刚说荷兰跟那个 比利时 然后有条件合法跟不合法的 其实 算在欧 欧洲这个算 算是比较先进的 在各个领域都是走在世界 前端的他们对安乐死的态度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荷兰虽然是全球第一个可以安乐死的国家 但对安乐死呢 就其实2005年的时候有个调查就指出 大概有13%的申请安乐死的病患当中呢 有百分之八分之一的人最后他们是决定 不要安乐死 那所有的安乐死个案呢 最后真的执行安乐死的比例是 44% 还有一个调查显示呢 在 2658件安乐死的要求当中 其实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最后 执行安乐死的比例没有过半 百分之13的病患呢 其实他们在安乐死执行之前就过世了 有 13%的病患他们在要求执行的过程当中死亡 所以这其实当中 是有很多的变数的 那到底安乐死是一个 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要怎么样定义安乐死呢 其实现在 有三种不同的 定义 一个是主动安乐死 这通常的就是要医生来帮你注射 这个叫做主动为病人结束生命 Active 就是主动安乐死 然后再来第2个呢是被动安乐死 被动安乐死呢通常就是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植物人你需要在病床上面 被 这机器来维持你的生命 那如果把管之后你就会 死亡的话呢 那把管的这个动作就叫做被动安乐死 还有协助自杀 协助自杀呢就是病人主动要求而且亲自执行结束生命 也就是通常的会使用这个服药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看到 到底哪些国家可以安乐死呢 欧洲的话呢就我们刚刚已经不停的提到的荷兰比利 历史如森堡 南美洲的话是哥伦比亚 就是已经容许被动安乐死就是可以把管的国家呢 在 欧洲有英国 爱尔兰 芬兰 挪威法国 西班牙 澳地利西 丹麦 跟瑞典 那法国呢 其实最近也才刚刚 对于这个可以主动安乐死的提案呢 刚是被驳回了 那在亚洲呢 是 容许协助自杀的国家 目前是只有日本和韩国 那 北美洲的话 有美国 但是美国的话 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就123 456 67 7个半周 差不多 然后加拿大也是 嗯 可以容许协助自杀 那就看到亚洲 其实亚洲在 在安乐死这方面呢 其实一直也都是十分有争议 像 一些 比较 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例子大概其实只有三期 第一个呢 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 中国的一名男子 他叫做王明成 他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王明成 他 因为目睹他母亲 他受到肝病的折磨 所以要求医院在 1986年的时候 帮他实施安乐死 那帮他实施安乐死的 其实这个事情在中国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当时呢 虽然是成为了中国 内地 第一宗安乐死的案例 但是呢 他 跟这个执行安乐死的医生 也被控是故意杀人 那虽然最后 这个 人民法院判决 他是违法但是不构成犯罪 那他自己呢后来罹患了胃癌之后呢 也是要求要安乐死 但是就 没有办法 在成功的执行 所以他最后是 自然死亡 去世 这是他最后临终之前的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出来他 可能到这个生命的尾端真的是 过得非常的不舒服 那还有一个是在台湾的案例是1963年的王小明 他当时呢因为 出车祸之后成为职务人 那 母亲就担心如果今天 这个父母 比他早走就没有人可以照顾这个卧病在床长期的 这个孩子 所以就希望是不是可以帮他安乐死在这个父母 父母走之前帮安乐死 但是呢一直都没有结论所以他到2010年的时候 逝世 在这之前都没有清醒 那再来呢就是一个最近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台湾十分知名的体育主播 傅达人 他在 2016年的时候呢他就筹办他的生前追思会 并且上书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希望 立法院可以通过安乐法的死 但是这个法案呢是一直都没有通过 所以他最后呢是在2018年 6月7号的时候在 瑞士 终于是 如愿以偿 然后 进行了 我条对我看到 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 其实我觉得他是把最后的 就是他失去意识的部分是有剪掉的 所以我看到的是 他接到医生递给他的一个饮料 是无色透明的 然后他分了大概四五口喝了下去 然后他身边围绕着他的都是他的家人 然后还有一些媒体在拍摄这个过程 然后他就在音乐声中 一口一口的吞下这个液体 然后慢慢的失去意识 我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不过就第一次看到安乐斯的这个过程 其实心里面是非常震撼 也觉得是一个对家人来说 肯定是很沉痛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的应该是 儿女都开始哭了起来 就是因为毕竟看着爸爸要离开人世 所以是一个非常emotional的这么一个 过程 不过我觉得他可能达到他的目的了 就是 想让这个世界不那么再妖魔化安乐斯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平和的过程中死去的 也希望他有人家安息 是 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开始会对安乐斯 会有比较多的 一开始的争议就是 我觉得是从植物人 要是不是要帮他把管的这个角度来讨论的 因为很多时候就会牵涉到很多法律啊 以及身后财产要如何分配啊 把管的这个子女如果说今天是一个老人家 他的子女大家意见不合的话 那就会引发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争议 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自己有意识 自己觉得自己十分痛苦 并且希望可以结束生命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安乐斯似乎就像刚刚昨天说的 这个就不是那么被妖魔化的一个过程 虽然说看到这个富达仁他当时的影片可以是说很震撼 那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其他安乐斯的纪录片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不是一些很容易看下去的一些影片跟过程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意识到这些人他们的死意是有多么的坚决 他们可能真的活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了 而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案例呢 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身体上有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疾病 可能是多年的病痛困扰着他们 所以到最后呢就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但是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主角 就他其实他身体上的病痛是一部分 但最主要的呢就是他其实是他多年跟抑郁症来抗衡 是有很严重的depression的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在节目之前讨论的也是对于 他是不是因为身体上面的直接的病痛 而决定结束生命的这个方式这个这个出发点 大家会觉得好像是比较陌生一点 但其实这也并不是第一个案例了 下面我会讲这个案例 其实我自己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震惊 因为没有想过这样的原因可以成为你 被允许安乐死的原因 就是也是在比利时 有一个正在坐脑的这个杀人犯 这男子他的名字叫做他的last name叫blicken 然后他是因为这个杀人还有强奸等等的很多 像重罪呢他被判刑 然后他在提出要求自己要安乐死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坐脑30年了 他提出啊这个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克制他的暴力冲动跟杀人的欲望 所以他希望可以结束痛苦要求注射安乐死 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他还说这个长年以来 这个监狱里面其实缺乏医疗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他宁愿死去 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 经过医疗机构的评估他就被批准可以注射 但是其实这个行为跟这个结果也引来非常多的争议 因为有一些欧洲的伦理组织就批评这么做 其实是在给死刑犯逃脱找了开了一个绿灯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是我更加赞成的是 这个他的受害人 因为我们知道他罪行是杀人跟强奸 所以他不知道判刑具体是多少 但是他坐牢应该是对他一个惩罚 那如果他现在就可以以这种这么轻松的方式离开 那受害者的家人会怎么想呢 他们肯定觉得这是很不公平 因为你就这样离开了 那也应该得到的惩罚并没有得到 可是你就逃脱了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 对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杀人犯 他要求要可以得到安乐死的话 我觉得的确又是衍生到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来讨论了 不过对于就是今天你是不是有精神疾病 引起的严重的抑郁之下 希望可以执行安乐死呢 我觉得目前的 其实安乐死有非常多可以讨论的领域 这又是另外一个让大家感到比较灰色的一个地带 不过除了刚刚昨天讲的那个案子 还有我们今天看了这个17岁荷兰少女的例子 其实在比利时在2015年的时候 也有一个相似的例子 一米24岁的年轻的女孩子呢 她其实并没有任何身体的病痛 她也是因为有严重的抑郁症 严重的厌世 所以她申请了希望可以安乐死 但最后也是如愿以偿 那就说到这个数字 比利时的联邦安乐死学会呢 他们的报道就报告指出 其实在一年的时间之内呢 通常都会有50到60位疑似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 他们选择被安乐死 那这个政府机关呢 他们其实现在对于严重的厌世的心理疾病患者呢 他们其实也不会对你的这个选择提出任何的质疑 所以这也可以让大家看出在对于安乐死的不同的国家 以及不同的角度呢 其实在世界的各个不同的角落 大家的确对这件事情是抱持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看法的 那不知道您对于今天的这个新闻 对于安乐死 对于未成年是不是可以接受安乐死的这个这个手这个程序 您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如果性侵的这个受害者 他在性侵之后 是不是可以 如果今天在在这个心理的压力跟创伤之下 没有办法走出阴霾之下 他是不是可以有这样子其他不同的选择 让他可以解脱呢 不知道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是不是可以留下留言 跟我们互相交流 让我们知道您的看法 也请您要订阅我们的明镜电视和明镜聊天室 我是维仁 我们下次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